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士宽表示 我们知道 但是放在心里 所以这是误传还是七敌 还是战术应用 战略应用 我想可能是七敌吧 可能是七敌 所以你认为可能是七敌 给委员报告 我是联合次长 你要更正 对 这个关于美国三艘航母的动态 我们都有充分的掌握 部长也随时都知道的 冯士宽心直口快说 卡尔文森号并未前往朝鲜半岛是七敌 在一旁的情报部门副主管急忙打断冯士宽的讲话 但冯士宽却继续说 美国人是希望说 以他们发布的为准 以他们发布为准 是的 所以你们也知道说 川普讲的是假的 都爱讲的是假的 在这里没办法评论这样 没办法评论 所以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们知道放在心里面 冯士宽一席话引来满堂大笑 但江启臣又问道 有经过台湾海峡吗 冯士宽说 如果有经过台湾海峡 他们会让大家知道 而除了朝鲜半岛问题外 另外台防务部门日前表示 台军汉光33号演习在连战电脑兵器推演中 假想大陆在2025年已经建成三艘航母 及隐形战机的攻台战力 台防务部门在兵推中准备了多项方案假想阴影 其中包括2025年时 台湾已经向美军购买F-35作战方案措施 以及没能够筹获F-35的作战方案措施 依据敌情的发展 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好 那我们向美方 这是选项之一 那什么时候会提出 因为他们的官员都没有到位 那么我想应该在7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朝鲜半岛派遣航母打击群 但是事实上 卡尔文森号航母却证实往相反的方向 这样的一个乌龙事件几乎欺骗了全世界的媒体 台湾真的会像冯士宽所说的那样 提前就知道吗 东南卫视特约评论员台湾名嘴江明钦 在昨晚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以冯士宽的个性 他要是早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而闷在心里不说 肯定会闷出病的 以冯士宽从他上任到现在他的个性 如果真的掌握动向 他一定第一时间讲 因为很多人在想他那个位置 他一定告诉大家 透过大名大方的方式 敲伤政府说我知道 那表示他比蔡文知道更多 他的位置就能够把握住 以他这种大名大方的个性 而把卡尔文森号动向 掌握得很好的资讯 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 放在心里面 他们闷出病来了 这完全不像他 所以我只能说 如果冯士宽讲这个话 我觉得当作是一个常面话 官场话 过场听就好 另外台防务部门主管冯士宽还说 台湾将争取向美国采购F-35战机 还说等美国相关的新官员到位就能达成 对此东南卫视特约评论员 台湾知名媒体人陈凤鑫表示 多方证据都显示 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把F-35卖给台湾的 有一位军事专家很明白地告诉我说 F-35台湾买不到 这个是现在美军的 而且是三军 陆海空三军都在使用的飞机 那不只是美国 那他现在跟他的几个合作的伙伴 第一轮的就是英国 还有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 还有欧洲的几个国家 包括加拿大 是使用这一个飞机的阻力 那么到目前为止 他其实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价格太高 然后这个效果不是那么样的好 台湾 反正对台湾来说 只要是新型的战机都想买 但看对方卖不卖给你 一个观察指标 到目前为止 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之一 新加坡 它是一个观察指标 其实有空军告诉过我 他去美国受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买了F-16 所以要到美国去受训 在美国受训的期间 我们跟新加坡的空军 是一起受训的 那在受训的过程当中 常受训到了一半 那台湾的空军的朋友们 就回宿舍了 然后新加坡继续留下来 就受训机密的部分 他们会有一部分 对台湾是保留的 留一手的 那只交给新加坡的空军 所以如果连新加坡 都没有配备F-35的话 我就不明白说 美国怎么可能会卖给台湾F-35 据台湾媒体报道 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5月22号将与瑞士的日内瓦举行 台湾地区去年在网络报名 截止当天5月9号才收到邀请函 创下了历史上最迟的记录 今年则尚未收到邀请函 不过台当局卫福部门的主管 陈时中却表示 无论最终是否收到邀请函 他都将率团出席 应邀参加变成了应邀 台湾外事部门主管李大为 接受访问时表示 对于今年台湾是否能够参加 世界卫生大会 非常不容乐观 不过外事部门 还是要把握任何机会 奋战到最后一刻 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 20号在台立法机构说 无论最终是否收到邀请函 他都将率团出席 心服大会表达立场 并宣传所谓台湾对国际医疗的贡献 基本上目前的计划是要出席 我想是表达我们的立场 跟我们对国际的贡献 陈时中称 目前已经拟好了几项阴影方案 但他没有说明方案内容 据报道 台湾自2009年起 开始以中华台北观察员的身份 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去年在世界卫生大会 报名截止日倒数三天 台外事部门才证实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邀请函 函中特别新增提到依据一中原则 除了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外 台外事部门主管李大为也证实 日前被派驻泰国的杨国强 还没有上任就已经请辞 因为杨国强认为 导内医疗环境比较好 为了家人健康着想 两个星期前向蔡英文请辞 中国时报20号称 杨国强成了蔡英文当局任内 第二个梅夫任就请辞的所谓驻外代表 分析认为 虽然她请辞不是出于政治因素 但对于民进党当局 本就不见起色的所谓新南向政策来说 可谓雪上加霜 蔡英文所谓踏实外交 让人不踏实 台当局卫福部门主管陈时中扬言 无论最终是否收到邀请函 他都将率团出席 对此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唐德明21号召开记者会表示 该问题的关键就在两岸关系 蔡英文不能继续当鸵鸟 唐德明质疑 假如确实未收到邀请函 台当局却敲锣打鼓跑去 这能算率团赴会出席吗 还是走走看看观光一番 还是去闹场抗议 搏个国际版面 唐德明强调 解铃还需系铃人 问题的关键就在两岸关系 蔡英文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不清楚 到底是要出席还是要闹场 是要维护台湾民众的 健康权益 还是要坚持一党之私的意识形态 蔡英文不能继续当鸵鸟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吴敦毅21号也表示 马英九任内八年 台湾得以参与世卫组织 是依据坚持九二共识 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 她反问 不知道蔡当局是否有锦囊妙计 可以绕过九二共识 打开两岸僵局 如果蔡英文一直坐看两岸僵局 未来台湾要出席 国际间的组织会议是难上加难 对台湾的处境 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是有伤害的 她建议蔡英文 不如像她竞选时所说的 要维持现状 维持马英九任内八年的现状 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好 我们再来关注 国民党主席选举的相关消息 21号的上午 国民党正式对外公布 六位党主席参选人 都已经跨过3%的联署门槛 正式获得候选资格 这也意味着国民党主席选举 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六位主席候选人 联署的票数 我们经过审查的结果 都合乎这个 我们都通过他们的资格 合乎抽签 谢谢 随着党主席选举监察委员会召集人 前台考试机构负责人 许德水的宣布 六位党主席参选人都通过了审查 经过两天查核到20号晚上的10点指 成功查核84%的党员联署分数 剔除掉重复联署与无效联署书后 合格率仅25.85% 其中 韩国瑜合格率最高 34.93% 吴敦义合格率30.43% 随后 六位参选人代表进行号次抽签 以各参选人登记参选的顺序 依次进行 不过六位参选人都没有现身会场 而是各自委托他人前来抽签 洪秀柱 詹起贤 郝龙斌 潘维刚 都是由其发言人或者是总干事代抽 比较特别的是吴敦义和韩国瑜 两人分别是由其夫人蔡令仪 李嘉芬代抽 结果 一号前往 由竞选连任的现任党主席洪秀柱抽中 其余二到六号的顺序 依次为 韩国瑜 潘维刚 郝龙斌 詹起贤和吴敦义 不过在各自参选阵营看来 抽签的号刺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争取首轮过半 同时获得更多党员以及民众的支持 夫人的信心 先选这次在党主席选举 一个就过半 希望一人拼过半 平义党员 站出来 我们一人拼过半 顺序固然是有他一定的谐音 然后还有一些口号 比较好发挥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党员都是非常聪明的 也比较能够认得我们各个候选人的一个政见的内容 所以我们想在当主席选举的时候 党员们不会一定按照号刺 反而是按照候选人的政见以及理念 来去投下他关键的一票 参选人号刺决定之后 各阵营代表将出席选务会议 销定4月29号 5月6号参与两场电视证件会的有关事宜 同时也要确认5月7号到17号之间 出席党中央主办的五场地区型证件会的相关事宜 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党魁选举进入了新的阶段 根据TVBS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武敦义掌获三成党员的支持排名第一 而现任副主席郝龙斌和党主席洪秀柱 分别以17%与11%的支持度名列二三位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战倒计时 各位候选人也都是卯足了劲往前冲 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政见 争取更多的支持 据台湾媒体报道 六名国民党主席参选人 所缴党员联署书的合格率曝光 韩国瑜34.93%最高 其次是吴敦义30.43% 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合格率为19.3% 而国民党中央之前对外表示 只会公布合格或不合格 不会公布最后审查合格分数 审查结果外流 引发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阵营不满 国民党主席参选人好龙斌 21号现身中心中部后援会 超过20位将领出席力挺 好龙斌在致辞时 先说他是军人子弟 还举父亲好伯村 当年在中山楼 遭民进党羞辱的事情 强调他从政初中时反对台独 他呼吁在座各位军人于军眷 与其选一个代理人 倒不如选自己人 国民党主席参选人 吴敦义21号下午 接受广播专访时表示 很多人希望他如果当选党主席 2020就要出马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但选不选他还没有定见 吴敦义表示 2020人选要先从党内同志找起 如果没有就找党外的好朋友 他表示像媒体常提到的那名大企业老板 他也会去问问看 放进来评估 可是人家有没有意愿还不知道 不能只是单恋 如果都找不到 这时作为党主席不亲自上阵 怎么可以 这是最后的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 驻台观察员齐飞 齐飞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今天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都在关注 国民党昨天公布主席参选人联署的结果 那么六位你参选人全部都过关了 不过六人的联署书总合格率仅为25.9% 其中前台北农场公司总经理韩国瑜的 联署书合格率最高为34.9% 其次是吴敦义的30.4% 而党主席洪秀柱的合格率仅为19.3% 是列倒数第二 之前六人递交的联署书份数远超党员人数 如今合格率连三成都不到 也让外界看起了热闹 虽然六人都已经跨过了联署门槛 不过因为联署书合格率实在是不高 这也引发了红袖柱阵营痛批对手阵营 抄写党员名册 也抗议外界联署合格数据 是在试图影响党主席的选情 是非纷扰继续升级 另一边乡还有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成员发起联署 要求新任党主席同意2018县市长选举要打赢双北市 否则就要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因为国民党没有2018也就没有了2020 国民党主席选战这场热闹 眼见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几位候选人是且看且战 我们也且看且分析吧 再来关注与民生有关的报道 今天台湾联合报以及中国时报的头版 都在热议15万颗戴奥心弹流窜全台湾的消息 戴奥心是一类持久性的污染物质 毒性极强 微量的暴露以及吸入都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健康损害 或是致命的危险 因此近年来也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环保署 都已经将戴奥心归类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 在台湾戴奥心更是被称为世纪之毒 那么这次也是台湾首次检出鸡蛋戴奥心含量超标 追查上有可疑来源是彰化的三家养鸡场 消息一出有民众是感到相当的不满 因为在2005、2006以及2014年 都先后爆出有戴奥心污染食物的事件 只不过当时是毒鸭蛋、毒鸭肉 如今是波及到了鸡蛋 且有关部门追查毒鸡蛋的流向 不排除已经流入早餐店或是一般的家庭 因为戴奥心是工业原料的副产物 那么究竟污染源是来自于哪里 还需要进一步的镇定 不过与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相信是分不开的 后续事件进展 我们也会为您做跟进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五间观察 先把时间还给福州自敲 好的 谢谢起飞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海峡五报 资讯预含机会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带您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1号向供奉有 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晋国神社 献上名为真神的祭品 同日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 大家一起参拜晋国神社 约90名成员参拜了晋国神社 参拜者主要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辅佐官 魏腾圣医 文部科学副大臣水落敏荣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古乌龟斯 前冲绳和北方四岛担当大臣山口俊一 前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等 目前正值晋国神社的春季大季 安倍晋三也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 向晋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神的祭品 晋国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牌位 长期以来 日本部分政客 国会议员坚持参拜晋国神社 导致日本与中国 韩国等亚洲国家关系紧张 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向晋国神社供奉祭品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1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在当地时间的20号晚 法国巴黎湘系列社大街发生了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向一辆警车开枪射击 造成一名警察身亡 两名警察重伤 袭击发生以后 目击者讲述了袭击发生的那一刻 到最面前提琴 转称 以来保渔 界爱的 一名警察 乒温 Mal doable 转到 在ắt 中 巴黎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当地时间21号凌晨宣布 20号晚在巴黎香榭利社大街制造枪击事件的凶手身份已查清 但出于调查需要 他拒绝透露此人身份的具体细节 法国媒体援引内部消息人士的话称 枪击案的凶手是一名39岁的法国人 此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曾公开宣布 制造这起枪击案的人是该组织一名来自比利时的成员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籍方面的其他消息 20号 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本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女儿女婿都进入榜单 这次是特朗普第二度登上影响力榜 入选榜单领袖类别 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则入选榜单先锋类别 此外 特朗普政府的多名核心成员 包括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 首席顾问班农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也一起登上了领袖榜 北约驻爱沙尼亚部队20号在爱沙尼亚北部踏帕陆军基地举行升旗和阅兵仪式 标志着英国领导法国和丹麦参与的北约盟军战斗营开始在爱沙尼亚服役 2016年7月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华沙峰会上决定加大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波兰 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部署4个战斗营 由美国 德国 英国和加拿大分别承担驻军领导责任 此举被视为北约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 引发俄方强烈不满 伊拉克安全官员21号证实 2015年年底在伊拉克南部被武装分子绑架的26名卡塔尔公民已经获释 据早前的报道 2015年12月 一伙武装人员趁夜驾驶25辆越野车 突袭了卡塔尔狩猎者设在伊拉克南部穆萨纳省的一片沙漠上的营地 绑架了这26名卡塔尔人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资讯预含机会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带您继续来看新闻 近年来 江苏省淮安市积极抢抓国大办扶持台资企业产业 拮据服务师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打造出了南有昆山 北有淮安的台资拮据新高地 更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淮安州的形势 将远远流长的江淮文化带入了台湾地区 4月20号 2017淮安州正式在台北市拉开了序幕 4月20号傍晚 台湾工商界大佬齐聚2017淮安州开幕式 台湾中国时报副社长张景维与淮安市商务局局长张东来 共同书写了原迁两岸 注梦淮安八个大字 而这也是此次2017淮安州的主题之所在 江苏省淮安市凭借着地理资源与自然条件的优势 以及软硬件设施的改善 不断吸引台商台企投资移入 是继深圳 东莞 昆山后的第四大台资集聚地 全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200多个 总投资120多亿美元 实际利用台资50多亿美元 是苏北唯一台企急剧破千家 投资破百亿的社区市 连续五年被电电工会评为大陆地区投资环境 极力推荐城市 2017年淮安深入实施台企项目倍增 交流平台拓展101%服务升级的三大计划 希望在提升两岸产业合作拓展力 台企转型升级执行力 服务台商台企引领力 及台湾青年活跃力上多下功夫 而此次赴台就是要谈友谊 说合作 促发展 把这些最新的政策和举措说给台商听 说给台湾的老百姓听 目前在怀创业的台湾青年企业家 有100多人 为台湾青年提供的实习就业岗位 达到1200多个 新淮安人已成为在怀台湾青年的新称户 台湾地区财团法人 中华民族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 他亲眼目睹了近年来淮安的快速发展 通过淮台分工合作 优势互补和项目提升 促进了两岸持续深入的交流 陆方素是很大的善意 我看到十三五规划 它特别列了一个第55章专章 就是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新纲领 在这55章里边 不管是经贸的合作 教育 科技 文化 艺术 故后面的交流合作 都列给了非常清晰的纲领 那么也就是说 不但没有松懈 还继续要强化 两岸的和平发展 20号首届三毛散文奖颁奖典礼 在三毛的故乡浙江定海举行 来自海峡里岸的文学二号者 画创作亦故人 也以自己前行创作的优秀作品 书写着时代变迁 一曲由三毛作词 《快智人口》的歌曲《橄榄树》 拉开了颁奖典礼帷幕 三毛散文奖 是以浙江定海及当代女作家 三毛命名的散文类文学奖项 相对于毛顿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老舍文学奖 等国内顶尖文学奖项 三毛散文奖 更加注重鼓励 提升散文创作的水平 致力于推动散文 这类文学形式的不断发展 三毛非常眷恋他的故乡定海 那么作为定海 我们必须要为他做点什么 三毛散文奖 首届推出了 打出了影响力 以三毛的名义 能够把各个文学的奖 文学的爱好者 特别是散文的爱好者 以及散文的创作者 能够集中到 这个散文奖的这个平台上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 然后让更多的 散文创作者来参与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感谢收看 我是紫条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